花蓮景分局及卫生局组成了联合机查小组 针对未戴口罩及娃娃机店展开机查 发现还是有计程车司机没有戴口罩 以及娃娃机台违规营业等情形 警方表示在疫情期间会针对防疫相关规定加强执法取缔 希望大家互相帮忙平安来度过疫情难关 日前花蓮景分局封窗派出所前往火车站巡逻时 发现排班计程车休息站有很多名的司机聚集 而且都没有戴口罩 警方立即劝导并且针对没有戴口罩者查抄相关资料 喊请主管机关卫生局来进行裁罚 另外在21号的晚间花蓮景方也协同了卫生局 针对辖区内必须停止营业的场所来实施机查 发现还是有娃娃机店没有依照规定暂停营业 警方立即查处 主管机关卫生局也立即开单卸起改善 在20日下午3点左右 巡逻同仁前往花蓮火车站排班计程车排班处前 查签巡逻表 那在现场发现有排班计程车司机聚集 并且有部分计程车司机未一规定戴洗口罩 那除了在现场做相关的防御宣导之外 并对未一规定这个戴洗口罩的司机 那喊请主管机关裁罚 那在此要呼吁目前因为疫情严峻 政府已经发布了三级的警戒状况 外出时应该全程戴洗口罩 并停止室内五人室外十人以上的聚会 落实进入公共处所 这个实名制等规定 华联警分局表示 依三级防疫规定外出时要全程戴口罩 同时停止室内五人室外十人以上的聚会 另外公告八大类具防疫风险的营业场所 即日起到5月28号是禁止营业 违反规定且拒绝改善者得意传染病防治法来进行采除 警方呼吁防疫工作要全体国民一起来努力 才可以尽早回复正常生活 大华联新闻总和报道